2020年2021年到精英杯A組分組賽 雙王匯 李文在深水埗運動場鬥飛馬 飛馬以新形式挑戰頂級聯賽 一口氣注入17個身血 孫敏謙是其中一個 兩分鐘駁到實現話回來 機師做繪子手 但是被陳家豪撲出 組斷未能為飛馬先開紀錄 接下來就是李文的天下 攻勢一浪接一浪過來 反擊也來得簡單直接 梁家行的傳送張希賢 李文很輕鬆地把球撞進網 這個時間是上半場的26分鐘 接下來的時間 李文就不斷用他們的快速反擊 去找機會 梁家行在這邊的傳送 造就阿哥斯達 這位阿根廷的外援 幫李文在29分鐘擴大領先優勢 快速反擊是李文這場球的殺雀 在1分鐘後 繼續 這個攻勢來自張希賢 這個攻勢來自張希賢 放個長球給阿哥斯達 踢過梁卿傑 再把球送入空門 如是者 李文在30分鐘 領先到3比0 快速反擊是李文這場球的殺雀 在9分鐘後 李文再一次找到他們的入球機會 由顏樂峰拆動 球輾轉到梁家行的腳下 推過梁卿傑 把球送入空門 但是李文的入球還未夠後 在上半場的尾段44分鐘 他們又找到機會 阿哥斯達的傳送給鄧康賢 做入球功臣 這個入球也是李文在上半場的第5個入球 上半場就領先到5比0 雖然說戰局是比較懸殊 比分比較懸殊 但是飛馬在下半場 仍然都很努力去爭取入球 孫敏謙這個罰球 柱邊出 接下來的時間 兩隊都很積極去找機會 這邊李文又如何 中村右影的射門 但是後面的王浩進就來遲半步 沒有法子把球送入龍門 自己就撞到柱子上 在尾段的時間 兩隊都作出一些換人調動 中村有人把王牌吃了 但是這個罰球機會 羅曉聰就吃得太正了 接下來羅卓熙的傳送 亦都是被梁卿傑 很輕易把球沒收 這邊也看到余偉廉和孫敏謙 是做了一次的攔截 這裏機師雖然把球送入網 但是助理裁判就举棋 說這球球是犯規在先 飛馬舞法子破彈 最終 亦都是要接受 輸0比5的結局 李文在這場精英盃A組的分組賽 成功打開勝利之門 奇開得勝 這個攻勢 亦都是吃了一張王牌 這個罰球機會 連續兩次的攻門 都是來自姬華尼頓的 可惜亦都是沒有法子把球送入網 未能夠增添紀錄 但是對李文來說 能夠保住勝果 才是最重要的一點 在尾段這一個罰球的機會 又是機環來的 但最後 亦都是曾錦濤將球炒高 雖然說下半場兩隊 是找不到入球的機會 但是最終 李文亦都是成功保住 5比0的勝局原場